先说在89年前就有打着残联企业的康华公司势头强劲 不知道现在已经融入保利公司去了吧 他这里面还说啊 中国残战人呢 还要谋生在按摩残疾人的小三轮车拉客呀 或者他们不享受任何的这个养老医疗保障和政府的救助金 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和中国残战人的就业方面呢 在中国呢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因为这个很多企业都不愿意雇佣这个残疾人 就像刚才我谈到 这甚至连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他们招工呢 都要这个 他不仅说像你说要问一问健康状况 他实际上要进行检查 拿着健康体检表 看看哪里这个不合格 是不是是势力呢 有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有这些这种各种各样的要求 所以呢 这个很多人就没办法去找到工作 所以这种情况呢 在这个中国还是残障人还是面临很大的困难 那现在呢 我们再谈一谈看看这个在医疗方面 残障人他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是某些方面的这个障碍的话 他是可以享受美国政府的医疗救助计划是吧 就是简单说就是免费的医疗是不是 是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系统 那么给他们一些医疗方面的这些福利 特别是这些特别严重的这个残障的一些人士 他们如果是残障人的话 他们就可以申请享受这些福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安全保障网 可以保护那些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有收入 会找到工作的残障人那些权益 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办法鼓励这些人走出家里面 成为社会的一个有效率的这个一份子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些残障人 他们我们会跟他们说 每个人都会认识一个残障人 不管你是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邻居啊等等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残疾啊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头上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残障人法不只是保护现在的这些残障人 它是可以保护美国的所有人 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是一发生疾病啊 或者是一些出事故啊 都有可能会变成残障人 所以如果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正常人 但他从来就不再考虑如何来帮助残障人的话 这是很短视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是希望 在别的国家也能够像美国一样 要花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够意识到 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呢 他都在都是只有残障的 如果只是让他们享受福利的话呢 这也是很昂贵的 从长期来看 对个人来说 对社会来说更有益的一个做法 对经济发展更有益的做法 就是让他们来纳入到整个社会中 让他们做一些 给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些工作 在任何一个国家 那些政治上的领导人都应该要想考虑一下如何来发展一些项目 让这些残障人能够加入工作人群 挣一些钱 而不是只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负担 那么在美国 医疗救助的一些项目包括是社会保障的项目也是非常昂贵的 也有人担心说这些项目费用太昂贵以后就不可持续了 所以说这不只是一个帮助他人 这其实对雇主来说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业的做法 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就是让这些残障人纳入社会的主流 而不是只是让他们享受政府的福利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的问题很对 那么我们是希望主要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都能够来考虑这个问题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也应该要让残障人能够有一个更为有效率的生活 那么这个他们残障人在接受联邦政府的这种 这个医疗方面的救助 这个就是Medicaid还是医疗救助这方面呢 有没有什么限制 比如说这个像是不是比如说医疗费用 到一定的残障的程度 所有的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呢 还是自己要负一部分 倒没有一个绝对的上限值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项目 那么通过这个社会保障项目 获得的福利金呢 它是很低的 那么也不就是一个维持生计的这一水平 所以他们钱不多 对于他们来说就找不到房子 那么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找到住房 那就是残障人能够找到住房 哪怕你有现金的话 如果你找不到能够买 如果你买不起房 或者租不到房的话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一个医疗方面的福利 但是呢 他们也是 就是他们要自己掏腰包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愿意接受这医疗救助的这些医生的数量却很少 所以这些项目对于需要的人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还不是完美的项目 当然 如果这些残障人可以能够找到工作 找到好工作 找到有一些医疗福利的工作 那肯定是更好的一条出路 而不仅是依靠政府的福利 所以在任何一个项目中 那其实都不是完美 都还是有问题的 那么在医疗改革法案里边呢 有没有规定就是要求这个医生呢 所有的医生都要接受这个医疗救助的这样的病人呢 这还是要再看 如果我们要让比如说三千亿 三千万的更多的人来享受医疗的福利 那么这对于现存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基础设施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很多的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设施呢 他们也会感觉到这压力 当然这个行业会继续发展 还有他们也要考虑这些保险公司提供的费用是不是足够 那么这些人还可以来考虑是不是要用这个私人的保险公司 因为私人保险公司在给医生付费方面呢 更为的付的比较多 那么医生和护士会接受这些保险公司的计划 那么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医生的办公室或者是一些设施呢 可能让对于残障人来说很不方便 特别是一些女性 残障的女性 他们在有的医生那里就没有办法检查 因为他这个检查的桌子太高了 他们爬不上去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要保证所有这些设施机构 残障人都可以在那里用 还有一些这个急诊室 有的时候那些急诊室没有这些会牙语的翻译 在那里帮助这些听力有问题的残障人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些听力有问题的人就没有办法来 向医生沟通说他有什么样的病 甚至有人就起诉医院 要保证医院一定要有会牙语的这些翻译 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给听力有问题的人 提供医疗服务 所以呢在这里也有很多就是执法方面的问题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不管你这个法律覆盖面多广 出发点多好 但是仅仅通过法律是不够的 在美国包括我们 我的这个组织也是政府出资的 就是给残障人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 让他们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所以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概念 要给残障人提供这些保护 提供这些服务 同时还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法律上面的帮助 这样就可以保证能够这些法律真正的落到实处 那么在美国我们还是发觉歧视是存在的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代表这些残障人 帮他们打官司 如果跟他们一起工作人拒绝 然后改变他们的歧视状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法庭 把它诉诸法庭 我们要给他们提供保护 同时给他们一些资源 能够让这些法律落到实处 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措施 那就可以保证残障人最后保证他的权益 你们在全国各地保障残障人的权益这方面 你们起诉的这个案子当中 起诉也有企业的 也有起诉政府的是不是 是的 我们会起诉政府包括私营的一些部门 只要是在法律规定下的 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案子 我们是跟Amtrak 就是这是一个铁路公司 因为他们在这个铁路方面 就是对残障人非常不友好 就是残障人就没有 就趁火车很不方便 他们比如说这个月台太高了 他们上不去 那么美国的残障人法规定说 这个Amtrak一定要保障这些法律 我们给他20年 然后让他们来守法遵法的工作 那么今年就是残障人法通过的20周年 但是很遗憾的是 Amtrak还没有完全的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 所以现在我们跟他们谈 要让他们做出改变 包括一些这个火车站和月台等等 做出改变 因为很多人 就是残障人的生活 方方面面都会受到这个法律的影响 这个法律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 很综合性的法律 那么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就业的雇主 也都是在这个法律规定之下的 这倒是很有意思 联邦政府出钱资助 你们这个组织让这个团体来监督联邦政府 执行这个法律的情况 如果执行不利的话 可以起诉联邦政府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机制 好 我们又有一些这个电子邮件进来 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说善待残障人士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 美国对残障人士的保护是很完善和全面的 反观中国与美国相比实在是相差 甚远 在中国健全的人都在狗活 何况残废人 他们只能自生自灭 像野狗一样死去 没人在乎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关注 观察中国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处境呢 我想说的是 对于中国问题我不是专家 我可以说的是 那么在美国 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个残障人法 包括像我的这个组织的存在 都是一些残障人努力的结果 很多残障人团结起来 他们游说国会 而且他们举行一些游行 在全国各地举行这些活动 说你们不能忽视我们 我们也有权利成为社会的一个部分 在我们国家 所有的人都要有一个 基本程度的福利 享受他们的生活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基层的运动 在这场基层运动中 我觉得在美国 我们也有一些政治家 一些领导 他们是非常同情 残障人